美善剧场《少女的时代》 1964年的东京正在为奥运满一路 战后力图复兴的日本 充满着梦想与希望 生长在慈城县务农家庭的疯子 安平而知足 从小没有梦想 生活辛苦 却也一家和乐 我非常喜欢树工作 我喜欢農工业 我喜欢農工业 我喜欢我们的事 哪里知道一个突来的噩耗 打乱了疯子所有的节奏 远在异乡打工的父亲 突然音讯全无 这个时候好像不得已只能离家 抛下在家务农的念头 有村嫁唇 则春医术 我会努力的事 周一至周五 晚间酒店 少女的时代 这是许多人的共同记忆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